侦办萧敬腾遭到颇会晤的案子 以车追人 锁定的是22岁的肖姓刑犯 在他新庄住处的附近 找到作案的机车 带回南港登局来查验 现在要查的是 机车上有没有指纹 能不能查出另外一个共犯到底是谁 而目前侦办的最新进度 我们要请记者周宽展来告诉我们 宽展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日前艺人萧敬腾遭不明 男士颇小会晤的事件呢 几方最近晚上在新庄的玉米国小 找到这两名嫌犯 犯案用的红色机车 而目前验子小组呢 正在进行指纹采集 由于警方目前只掌握到一名 22岁的肖姓嫌犯的身份 另外一名共犯是谁 身份是谁 完全还不晓得 就是希望透过这指纹采政的工作呢 能够了解另外一名共犯的特征 我们来听听警方的最新说法 肖姓等两名嫌犯所共乘的这个机车 昨天晚间 也经我们警方来巡洪 连夜带回来我们这个分局 那目前我们正在这个采集监视当中 以进一步的来厘清案情 是不是有去花园夜市找这个消息嫌犯 这个是属于侦查不公开的部分 我们就在这边就变来透露 目前肖姓嫌犯有跟警方这边联系了吗 联系上了吗 目前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联系 根据警方目前掌握到22岁肖姓嫌犯的资料呢 发现他之前曾经在新庄夜市摆过摊 后来一次资金周转布林 修贪加上失业没有钱 才有一次呢 受到这个幕后的主谋呢 受雇于他对艺人肖进城做出颇撒 会晤这样的一个行为 日前他也在跟嘉一的父亲 通过电话 谈权整体案子都是他犯下的 并且会在近日内主动投案 不过对此呢 警方是雨待保留 不过希望这肖姓主权能够尽快投案 让幕后究竟是谁 雇用他做出这样的行为的主谋呢 能够尽快的找到厘清案情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将时间交给彭林主播 扑尿可要清洗多久啊 艺人肖进藤他的坐车啊 被人家泼脏东西 警方昨天晚上在新庄 查到了嫌犯骑的那台红色的摩托车啊 今天上午就开始做这个指纹的踩证了 警方查出来 22岁的那个姓肖的嫌犯呢 曾经在新庄的夜市打零工 一次缺钱才会呢 被人家雇来犯案 事后他也曾经打个电话 跟爸爸就坦诚了说 泼东西的就是他 他说呢是要吓吓肖进藤 没想到新闻闹这么大 最近要主动投案 但是呢警方说 还没有接到任何嫌犯的电话 警方在机车上仔细踩阵 就是要找出关键指纹 这辆红色机车就是28号 对肖进藤颓洒洒会晤 嫌犯逃逸所骑的交通工具 当时嫌犯两个人骑着车 一路往新庄逃逸 警方寻的接触器 在30号晚间8点 在新北市新庄玉米国小附近 查获这辆红色机车 跟掌握到其中 消信嫌犯的住处 只有两公里距离 怀疑还在附近藏匿活动 警方掌握到消信嫌犯 22岁没有前科 加一人 户籍就在新北市树林 出没在新庄中和一带 曾经在新庄的夜市打零工 而另一名动犯身份是谁 就要靠车厢的指纹来追查 案发后 消嫌曾和父亲联络 坦证消敬藤就是他坡的 原本只是要吓他 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 这件事他会解决 近期内就会主动投案 警方询问相关人 他属属表示 顾及睡在他家 但只知道他在夜市打工 女友也说 很久没见到他了 消敬藤什么时候投案 警方语待保留 不过消敬藤曾表示 半年来不断接获恐吓电话 不排除消敬藤返国后约谈 逐步厘清 谁是幕后的指使主嫌 记者陈嘉宾主管长 SN小组台北报道 消敬藤他自己差一点 被人家给泼脏东西 当然家人很心疼 尤其同样跟他是音乐人的哥哥 在这个消敬藤 踏入演艺圈之后 一直是他的工作伙伴 不但参与消敬藤的专辑制作 还陪着他上节目 在节目里面 哥哥就爆料说 消敬藤在这个以前失恋的时候 都会哭得很伤心 很伤心 也让歌迷更加了解 这位天王 在成为天王之前 的感情世界 哥哥小海 难得在电视节目 开口唱歌 略显羞涩 与萧敬藤的摇滚唱腔 一开始不太相同 但唱到副歌时 兄弟俩同时展现爆发力 兄弟俩默气十足 不过谈到萧敬藤过去的恋情 哥哥反而大爆料 让外界更加了解 萧敬藤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他失恋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 失恋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 哭断肠 偶血 偶血 小海不想靠弟弟的名声和资助 自己在地下乐团界打拼 也曾经出过一批 小海的音乐实力 让他成为萧敬藤的工作伙伴 还为专辑制作 尽心尽力 成为萧敬藤 在演艺圈打拼的这一家帮手 记得蔡配家台北采访报道